高雄有这么一名受刑人 刑满过后呢 投靠了狱中 教导他编织真龙的师父 那么师父当时也收他为徒弟 而且供他吃住 只是没有想到他竟然是恩将仇报 这个徒弟呢 趁着师父生命住院 就偷走了师母的信用卡 盗刷了将近两万块 那么这个徒弟呢 最后恩将仇报 让好心受到他的师父 也格外心狠 穿着横条纹上衣的男子 就是李先生 到烟酒公司 买了将近一万块的香烟 提着大包小包离开 只是买香烟铺的钱 不是自己赚的 而是偷拿人家的信用卡盗刷 对方还是有恩于他的师父 坐在轮椅上 柯师父身体虚弱 他说因为在狱中 交受刑人编织真笼才认识李先生 李先生出狱 找不到地方住 希望拜师学义 柯师父受他为徒 还供他吃住 没想到自己生病住院 徒弟竟然潜进太太房间 偷拿信用卡 趁着师父住院 徒弟偷信用卡 到时候要将近两万块 让他们觉得很心寒 今晚如此 真笼师父还是不放弃希望 坚持身体养好后 还要继续到监狱 教受刑人做真笼 找一位愿意传承 记忆的土地 珍惜我刘青许重文 高速报道